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SG50系列我们就一起来观赏南洋画派中佼佼者的一些作品 什么是南洋画派 它指的是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 从中国飘洋过海到马兰亚从事艺术创作的华人画家 当中有很多曾在中国和欧洲学画 这些画家主要从东南亚的景物获得创作灵感 而透过作品反映早年人们在南洋奋斗的情景 刚开幕的国家美术馆里面就展现了约80届南洋画派的作品 其中一张引人注目的是中四滨的画作 画中描述人们晒贤鱼时的情况 这是40到6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亚沿海常见的景色 其实这个作品就印在50元的钞票上 左下方的长臂圆图案则是另一名画家陈文希的作品 刘康的儿子 城市规划大师刘泰格就说 父亲很积极地要向世界展现亚洲特性 曾在中国上海 和法国巴黎学画的刘康在1942年来到新加坡 在一趟历史性的巴黎岛之旅后 南洋画派也随之诞生 刘康与同期的三名画家陈宗瑞 陈文希和钟四斌 都在寻找属于东南亚的独特风格 刘康的灵感来自巴黎岛上的景色 声音和色彩 他所画的巴黎岛妇女和热带风情 都是艺术欣赏家的挚爱 而他的儿子也有很多心爱的作品 成仙起后是延续人类文化赋予艺术生命的一个神圣任务 我国的先驱画家在创造了南洋画派后 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从事过教育工作 到南洋艺术学院任教 就包括了钟四斌 陈文希和张立英等 1938年成立的南洋艺术学院 就培育了不少新加坡第二代画家 本地著名画家洪亚蒂是2009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他就是其中一名学院培育出来的第二代艺术家 这一批画家在继承了先驱画家的技术之后 衍生出自己的声音 并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 洪亚蒂在1962年毕业 以《风景花》著称 创作灵感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 他重视作品的基础和创意 他说从恩师中学到两件事 很多像洪亚蒂的第二代画家 都是先驱画家的成功继承者 尽管在他们的作品中 南洋风情已不再是主导创作的动力 但无可质疑的是 南洋画派已经在新加坡的艺术领域中 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看来这些作品 倒是让我对南洋画派的作品 有了更多的兴趣 好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题材要提供给我们 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以电邮让我们知道 也欢迎您浏览发展到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杨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以下载我们再见